BOSS杂谈,经济有料,劳家长 今天我们要聚焦的话题是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巨额债务危机 这个一直被轻视,迟迟未解决的难题 现在正在演变成一场暗幅的金融风暴 危及中国2024年乃至未来几年的经济稳定发展 今天BOSS就和大家来劳劳科 根据权威数据,截至2024年初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累计债务余额已高达9兆亿美元 折合约63万亿人民币 这个天文数字相当于中国2022年 GDP总量的65% 远远超出中央政府可承担的债务上限 如此庞大的隐形债务存量 对于中国来说,无疑是一颗沉重的定时炸弹 大家都知道,过去30多年来 中国经济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关键 就在于依赖房地产和基建投资这一传统模式来拉动经济发展 而地方融资平台的兴起则是这种增长模式的产物 国有融资平台冠以成头公司等名义 实际上是地方政府的旁门左道 用于绕过预算法律限制大肆举债融资 通过这些融资平台 地方政府得以在官方预算之外 大手笔投资于基建项目 拉动GDP增长 而融资来源则主要依赖银行贷款和发行地方债 这些地方融资平台最初并未被纳入预算约束 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 在管理体制上也存在严重缺陷 权力过度集中 决策流程黑箱操作 甚至存在违规违纪行为 在不受约束的环境下 他们逐渐演变成地方官员炫耀政绩的无底洞 导致债务规模不断膨胀 风险存量持续累积 以山西洋泉市的洋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为例 这家刚刚被曝光的地方投资公司 截至2022年底 短短10年时间内就累积了5400亿元人民币债务 相当于当地近6年的GDP总和 危机爆发后 当地政府被迫动用国有资产注资 并通过债券置换等方式化解债务风险 地方融资平台的所作所为 表面上是为了追求GDP高增长 实则是受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思维的趋势 在中国 土地出涅收入是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 然而一直以来中央对土地出涅收益的分成比例偏低 地方政府只能分的区区25%左右 为了弥补财政缺口 弥补融资缺口 地方政府必须通过融资平台的模式 密集投资于基建项目 以创造GDP增长和土地财政收益 然而这种短视的做法只会陷入恶性循环 借新债还旧债 在新建项目增加负债 透支未来 高利贷成瘾 值得注意的是 地方融资平台大量贷款流向了投资回报周期长 风险高的楼市和基建领域 资产质量普遍不佳 难以获取稳定收益来偿还巨额债务 比如高尔富球场 豪华政府楼 别墅小区等政绩工程无一不是无底洞 再举一个例子 位于中国中西部的一家地方投资公司 在几年前火爆楼市时 就大肆举债2000亿元投资房地产项目 然而随着市场降温 该公司旗下超过60个楼盘停工 半托子的 债台高筑却少了收益来源 被银行金融机构断工资金 最终难逃债权违约和破产重组的命运 有分析称 截至目前为止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权违约规模 已接近2000亿元人民币 而仅在今后三年内 将有3.5万亿元存量债 需要到期还本复息 换言之 接近三分之一的存量地方债 存在极高的违约风险隐患 总结来看 地方融资平台 拒债形成的深层根源有三 一是单一的拉动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 以粗放投资取代转型升级 二是中国分税制改革 未能彻底破除地方政府 吃得不知争的土地财政理念 三是中央在制度设计和监管层面上 存在严重缺失 未能遏制地方政府违规举债投资 单单这9兆亿美元的地方债存量 就令人触目惊心 更何况中国近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剧 地方债务风险正在急剧恶化暴露 如果不能及时有消化解隐患 接下来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极为严峻 一旦大规模债权违约事件引爆 银行业将承担破产重组的压力 不良资产和资本亏损暴增 与此同时 违约事件也可能触发债权市场信用危机 金融环境随时面临流动性风暴冲击 再者 地方债务危机会直接冲击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 收入大幅下降必然导致基建计划停摆 对经济增长形成戏剧性拖累 最坏的情况是 一旦局部债务危机进一步蔓延扩散 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将受到严重威胁 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甚至引发社会动荡 经济将步入深度长期衰退 当这一切连环反应发生时 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可以说 当下的中国经济形势岌岌可危 钻在掌心里的风险已经烫手 我们有理由担心 2024年乃至未来几年 中国经济将陷入一段动荡严峻的时期 然而 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 长期压抑和拖延已经无助于化解风险 这枚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 因此 中国政府必须果断采取行动 彻底化解这场债务风暴 事实上 各界人士早已预见到这一风险 多年来一直在敲响警钟 只是由于种种利益纠缠 再加上中央政府在制度设计和决心方面欠缺魄力 直到现在依然未能出台彻底有效的解决方案 现在看来 单单依靠微调和拳宠之计已经无济于事 必须痛下决心进行制度上的重大突破 方能从根本上切断这一风险的传导路径 根据我们获得的内部消息 中央已经酝酿启动一个保姆式全面救助方案 初步拍板的具体路线图有以下几个重点 首先是集中化统一债务管理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隐性债务将全部纳入中央预算管理 统一监控和规范募集使用 防范风险进一步扩散 与此同时还将开展债务审计盘点 明确债务规模和违约风险程度 其次是实施大规模债务重组和置换 针对违约高风险的存量债务 将统一采取债务重组 债务和解 债转股等多种手段 以化解债务风险 同时中央将通过发行特殊国债和特殊金融工具 为存量债务提供融资性置换 从而降低到期债务冲击 更为关键的是 中央将拿出超过2万亿美元的财政资金 用于直接救助 这些财政救助资金 将优先用于支付中短期内到期的存量债务本息 缓解地方政府短期债务压力 为下一步的债务重组和置换营造环境 简单计算一下 单单这一笔巨额财政救助资金的规模 就相当于中央政府去年一整年财政支出的18% 而中期乃至长期内持续投入波倍的总额 恐怕还要高出这个数字不少 这意味著 中央政府的财政账 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承担沉重压力 同时债务风险也将不可避免地向中央政府传导 已经是一场防守反击战 此外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完善预算约束机制同样是功课难题的关键 中央将进一步收回对地方的财政分成权 增加央地财 正视权上滑力度 一方面解决地方政府吃的不吃争的根源动力问题 另一方面也为中央政府管控风险预留足够财力 同时 未来的预算约束体系将更加严格细致 除了进一步压缩隐性债务的空间 还将完全取消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模式 任何新增举债融资都必须纳入预算范畴 接受规范监管 防止风险重现 值得注意的是 制度改革虽然艰难 却也是无可回避的必由之路 毕竟单单依靠财政救助前代取暖 终将是无缘之水 无本之木 迟早陷入半死不活的窘境 因此 我们还是要对中国能够顺利度过这一关 存有信心让我们展望未来 如果上述政策组合能够落实到位 那么中期来看 存量债务的压力将得到暂时释放 然而 中央政府自身的债务风险也将迅速累积 难以持久 保守估计 未来五年 中央政府债务存量将攀升至GDP的70%左右高位 这一比例已是国际公认的警戒标准 更为关键的是 在扼杀地方融资渠道的同时 传统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的模式 也将被迫转轨 未来唯有转向内需扩张和创新驱动 才能为中国经济培育新的持久增长引擎 这无疑将是一场刀跟火中的深化改革 我们主张 中国政府应当把当前危机作为一次重要契机 彻底放弃老路 全面扭转投资和出口主导的增长模式 推动产业结构根本性调整 具体到各领域 必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比如人工智能 绿色能源 生物制药 新材料等科技创新型产业 同时加大对教育 医疗 养老等民生事业的投入力度 这样一来 经济发展动力和民生需求才能相互呼应 真正实现良性互动 整体而言 这将是一条创新驱动内叙事发展之路 通向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模式 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保持审慎乐观 但也切不可对改革陷入姗姗来迟 当务之急是拿出决心和魄力 迎难而上 全面推进有利于转型升级的深层次变革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就是我们对2024年中国经济形势的纵览和剖析 可以说 当下的时间节点无疑处于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期 中国政府不仅将动用大量资源应急处置眼前的债务危机 同时更要下定决心实现模式转换 摆脱旧路依赖 方能远离险境 重新崛起 好了 今天的咱们就刻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 分享 评论和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点击全部 另外 本频道已经开通了会员服务 成为会员的朋友 可以率先了解本频道最新的节目内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本频道的VIP会员 我是BOSS 下次再见